目前全球阐棉前五的国家三个在亚洲 分别是第一中国 第二印度 第四巴基斯坦 美洲的美国和巴西位列第三第五 而在这五个国家后面 跟着的是一个中亚小国乌兹别克斯坦 然而在冷战时期 乌兹别克斯坦 是全球主要产棉国 全球第一棉花出口国 这里是苏联最重要的产棉地 曾承包了苏联70%的棉花产量 在干旱的中亚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 靠棉花创造了经济奇迹 该国曾是苏联仅次于俄 乌的强大经济体 被莫斯科当作 突厥民族发展的标杆 冷战时期 乌国人民围着棉花生存 几乎所有劳动力 都在这条产业链上 农忙时期 有全国夏天的景象 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 当地的人口也非常密集 占到整个中亚的一半 城市化程度 食字率 高等教育率 都是中亚第一 但苏联解体后 乌兹别克斯坦 失去了苏联统一调配的经济制度 棉花产量下降 工业也一蹶不振 虽然总统卡里莫夫 强势控制政治 让乌兹别克斯坦平稳了几十年 但该国经济已经不复当年之勇 那么 作为中亚第一大民族 乌兹别克这个民族 有怎样的过去 该国的棉花产业 有哪些风云故事 棉花产业疲软后 乌兹别克斯坦的未来在哪里 乌兹别克组 是中亚第一大民族 也号称是最大的突厥民族 全球有近五千万人 五分之三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也有乌兹别克族 但人数较少 刚过万人 乌兹别克这个民族 虽然体量大 但形成时间较晚 乌兹别克 也叫越级别 越祖伯 这个名字 作为政权出现的时间 不超过六百年 因为乌兹别克汉国 直到十五世纪初才出现 但根据中亚历史学研究 乌兹别克人在十世纪时 已经基本形成 这是一个说着突厥语的 亚历安民族和突厥民族混合体 乌兹别克 这个词 是来自金帐韩国第九位君主 越级别汉 越级别汉在金帐历史上 被称为清真汉 他为了争夺大汉位置 借助伊斯兰教士的力量 让金帐韩国全面伊斯兰化 今天的俄罗斯南部 中亚的伊斯兰化 都起于他 越级别汉时期 金帐韩国空前强大 当时金帐韩国的军队被称为 乌兹别克军 军队本身和他们的部落 以及征服的新成员 共同组成后来的乌兹别克人 十五世纪末 阿布哈尔的孙子西班尼汉带着臣民南下中亚 并灭掉最后一个中亚马背帝国 帖木尔韩国建立了西班尼王朝 这个西班尼王朝 就是乌兹别克人的第一个国家 后来改称乌兹别克汉国 受限于中亚的气候河地里 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不大 但人口密集 因为该国位于河中地区 还占据了中亚最肥沃的土地之一 费尔干纳盆地 费尔干纳是中亚的文明源头之一 这里东边是帕米尔高原 西边是克兹尔库姆沙漠 中间则是瓜果飘香的世外桃源 汉朝时盛产 汉邪马 得大冤国 就在费尔干纳盆地 乌兹别克汉国成立后 统治了周围大大小小的民族 如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维吾尔等等 因为族源混杂 所以乌兹别克人和大部分中亚民族一样 从血统上难以找到特点 严格来说 他们都是黄白混血民族 乌兹别克人里有白人的深母高比 也有黄种蒙古人面孔 但在乌兹别克汉国晚期 乌兹别克遭遇了大分裂 化为布哈拉、西瓦和浩瀚三个韩国 三大韩国从西向东排列并存百余年 直到19世纪 沙俄征服了整个中亚 乌兹别克人从此成为沙皇的臣民 沙俄后期 俄国人曾驱赶乌兹别克人侵略中国 如道光时期的张戈尔叛乱 和后来同治时期的浩瀚韩国入侵 至20世纪初 由于沙俄帝国灭亡 苏俄重新征服 划分了中亚的土地 当时列宁主张民族自决 所以作为地区大族的乌兹别克 基本继承了前韩国时代的土地 该国大部分位于河中地区 但半数国土仍是沙漠 唯有费尔干纳盆地适宜居住 近百年来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中心在这里 首都塔什干也在这里 自古以来 在中国西部 北部的民族一般被划为游牧民族 但位于中国西北部 中亚的乌兹别克人 却是农耕文明 从甘肃的嘉域关往西 无尽的戈壁和沙漠 仿佛告诉东方人 前面是一片荒芜的土地 但越过这片沙漠 在天山以西的中亚 还有一片水草风味土地 从离海到费尔干纳盆地 再到伊犁河谷 大量河流和湖泊灌溉着土地 大西洋水器还带来降水 让这里农牧业自古发达 在乌兹别克 这里能养育代价十万的帝国 也能维持撒马尔汗 安吉岩 湖展等大城市 证明当地可以做一个独立的经济中心 在乌兹别克 当地的农业是老本行 除了道 卖 瓜果之外 这里有棉花 胡椒等经济作物 但并不是主力 在苏联时期 按照苏式经济的分工原则 各地遵从莫斯科的命令 在全国经济体中扮演一个角色 虽然苏联国土很大 但整体都处于高危 很多南方的作物难以生长 典型的如水果 茶叶 橡胶 棉花等作物 在俄国土地上基本不长 或者收益差 因此 苏联只能让南方的外高枷锁国家和中亚 负担这种工作 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气候温暖 光照充足 降水少 适合种棉花 莫斯科就下令 让乌兹别克斯坦全力种棉花 自此 乌兹别克斯坦开动 棉花战彻 该国中部开辟有大量棉田 苏联投资新修的水利设施 用大生产运动整理田地 以集体农庄形式 统筹劳动力种棉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 乌兹别克斯坦的棉产量 一度超过400万吨 占苏联总产量的70%以上 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 莫斯科还打来大量补贴 收购他们棉花 乌兹别克斯坦 能低价获得其他国家的粮食的畜牧业产品 农积 油料也从来不缺 在苏联机器的扶持下 乌兹别克人看似无忧无虑 但事实上 棉花种植给国家带来不小的负担 该产业很废水 这堆干旱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个压力 虽然有苏联修建的水利设施 但这套系统效率差 浪费大 阿姆河和西尔河的河水被大量利用 导致咸海萎缩 现在已经基本干涸 此外 棉花种植还要用大量农药 化肥 久而久之造成土地严减板结 难以种其他作物 乌兹别克全国围着棉花转 这片土地的产能已到极限 而莫斯科中央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棉产量没有合理概念 长期提出脱离实际的增产要求 最后酿成了惊动苏联的棉花贪污案 这个案件由国家主席拉西多夫主导 全国几百名官员参与其中 几乎所有的集体农庄和棉厂都执行 贪腐案从塔市干下命令 集体农庄执行 上面虚构生产要求 农厂上报虚假产量 工厂虚报产出 而中央多发来的补贴经费就是各级官员的贿赂金 这种恶性贪腐持续十年 让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稳定失去平衡 十年贪腐期间 乌兹别克贪官横行 他们拉档结派 排挤中粮 不贪不拿的反倒变成 坏人 由于民间见不得人的黑钱变多 导致黑恶势力趁机钻营 他们霸占交通运输线 贸易市场 敲诈勒索 偷渡走私 形成臭名昭著的 乌兹别克黑手党 在八十年代末 乌兹别克黑手党已经成为国家问题 戈尔巴乔夫曾点名 这是苏联境内最危险的犯罪团体 彼时 这个群体已经控制棉花贸易 煤矿 天然气开采 金融放贷等行业 从业者数万 影响数百万人口 可惜的是 戈尔巴乔夫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个问题 苏联就解体了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 国内一度面临战争 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派矛盾激烈 黑手党还造成严重治安问题 幸亏总统卡里莫夫上台 长期强权压制国内反对派和犯罪组织 把乌兹别克斯坦带出低谷才稳定了二十多年 卡里莫夫是苏联末期提拔起来的官僚 他有一半塔吉克血统 出生于名称撒马尔罕 是乌国 撒马尔罕派的代表 在乌兹别克政府内属于少数派 在棉花贪污案导致的十年贪腐期间 因为少数派被排挤 这个难以处身权力中心的群体 反倒引起了莫斯科方面的注意 最后被用于打击贪腐 这是卡里莫夫被提拔的原因之一 卡里莫夫手腕强硬 在国家独立后 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打击黑手党 还力排众议压制改革派的经济市场化要求 保留国有体制 让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在90年代发生动荡 然而 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保守 仅比戈壁的土库曼斯坦好一些 这也是该国环境导致的 作为全球为二的双重内陆国之一 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交流问题很大 这里的货物出海 最少要过两个国家的土地 有时要过三四个国家 不仅容易被卡脖子 还会引发安全问题 要知道 另一个 双重内陆国 还是欧洲淡满国列支敦士登 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到四万人 比起人口三千多万的乌兹别克斯坦 连零头都不到 而乌兹别克斯坦周围也是危机四伏 南方的阿富汗是恐怖分子和毒品的老巢 东边的塔吉克 吉尔吉斯都关系不合 北方的俄罗斯一直扮演好大哥角色 但对乌兹别克的内政指手画脚 卡里莫夫很不满 所以 乌兹别克斯坦采取一种严肃的中立外交和各国的关系都很平稳 不近不远 不好不坏 虽然美俄中三大国都跟乌兹别克斯坦有来往 但卡里莫夫一碗水端平 尽量不得罪任何一方 最后反倒获得了各国的好评 鉴于卡里莫夫在位期间 乌国所取得的稳定和发展 卡里莫夫在乌兹别克斯坦被视为国父 2016年 卡里莫夫因脑衣血突然去世后 他亲手提拔起来的米尔纪约耶夫成为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是卡里莫夫亲信 他刚上台时 国内的黑帮问题严重 乌兹别克黑手党 塔尔黄之在首都聚会 曾引起普京的警告 这些黑帮手握从阿富汗到中亚 再到俄罗斯的枪支走私和毒品走私渠道 严重危害中亚地区的安全 后来米尔纪约耶夫下令惩治黑手党 逮捕和黑社会有关的官员 才暂时稳住了国内局势 和卡里莫夫相比 米尔纪约耶夫的威望 能力都略去一筹 所以他把自己的执政基础放在经济上 卡里莫夫时代 乌兹别克斯坦依然全民种棉花 在每年丰收季节 政府甚至会强迫人民无偿下地干活 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调查 然而 哪怕乌兹别克人如此努力种棉花 他们棉花也卖得不好 世界几大产棉果就在他边上 乌兹别克棉没有太大的优势 除了卖棉花以外 该国就卖点金矿 卖点油 气 幸亏这些资源比较丰富 还能维持国家运转 虽然封闭状态的乌兹别克能满足温饱 但米尔基约耶夫希望有改变 积极和周围大国联络 其中 米尔基约耶夫主要寻找中国 响应 一带一路 希望能加深经济合作 随着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计划筹建 中吉乌铁路 乌国正式成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 在2023年 中吉乌铁路 中国中亚峰会 后宣布动工 这条铁路一旦完成 乌兹别克斯坦 很可能告别封闭时代 内路商品能直达中国腹地 海上运来的乌兹 也能一周内直达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大国 当地本有机会承接劳动密集产业 但因为交通问题 一直没能如愿 未来如果 天前变通土 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 可能改变中亚的地缘重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